哈囉我的星號 問一下比賽重點畫上星號 大師讀影俠和修士頓火箭 可以說是近期表現最火燙的兩支隊伍 火箭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 取得了11連勝的佳績 讀影俠則在過去的11場中贏了10場 唯一出給連停那場 路卡還沒有出賽 整體團隊表現相當的亮眼 而兩隊這場在火箭主場的正面交鋒 從開賽路卡就火力全開 第一節獨攬22分 幫助球隊取得雙位數領先 自此讀影俠就沒有再落後過 全場最多領先到29分 路卡三節就攻下47分 不管火箭對他技術什麼防守都沒有用 讓我想到勒布朗近期在Podcast上提到的 優秀的球員是無法被阻止的 防守只能去想你願意做哪些取捨 而這場路卡完全展現他的統治力 不斷去懲罰火箭防守放給他的機會 最後就會幫球隊拿下了一場勝利 今天的影片就讓我們來看 路卡和讀音俠輸入合幾垮近況絕佳的火箭隊吧 火箭來開局選擇用單防的方式去防守路卡 遇到擋拆則會換防 目的是不讓路卡有串點球隊的機會 但路卡的單挑能力在聯盟中是頂尖水準 除了每場7.24的單打回合聯盟最多之外 平均能攻下1.09分是聯盟第六 可以說是值跟量兼具 遇到比較小隻的球員 他能夠用身材優勢進攻籃下 而當碰上常人對位時 如果常人擔心被過掉沒有完全貼上來 他的招牌後撤不3分就可以懲罰對手 他的向左後撤不如今已經鍛鍊到如火純青 從迅速的擠停到後撤收球 平衡始終都維持得很好 讓他即便不疾不徐也能將球給投出去 這有據獨行俠播報員所說 路卡在練習時就會連續進好幾顆打板3分 所以很有可能是他刻意打板的 只能說真的是非常可怕 其實因為有這樣的自信和實力 路卡不需要去擔心如何撕掉眼前的防守者 而是能專注在觀察協防的球員 一旦火箭出現包夾的意圖 路卡就絕對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這球掌拆火箭隊再次換防 他等到路撤踩進來的Brooks回位後 再交進去給被戰前防守的Gafford 直接空中接力拿下2分 這樣路卡只傳出其次的助攻 比賞軍的9.8次還來得少 但那是因為他懂得去讀什麼才是防守放給他的機會 在火箭採取大量換防後單防的情況下 他能為球隊做的最大貢獻 就是1對1將防守者給打爆 這場光是Landio一人 就不知道在換防後被吃的擊球 路卡正常不斷抓著他打 甚至還在一次上籃後 對他比出Too Small的手勢 能這樣對中鋒的控球 真的也只有他了 且路卡現在統治力會如此強大 我認為純手的進攻腳步 也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過去不少人會說他是魔球打法 跟當年的Harden一樣 靠著後撤步3分還有切入去換取大量的分數 但如今Luca在中距離也有強大取分能力 因為他隨時都能夠轉身背框 或是用靈活的腳步去欺騙防守者 只要防守方的重心稍微被騙起 那都是Luca的勝利 看完這球對Landio的單打 關到左手後見Landio踩出來 馬上在跨下運球攻擊側身的他 這裡Landio守得很好 迅速回頭阻擋切入 正常的常人可能這一拍就被過了 Luca切入後竟然沒機會 轉身一個投籃假動作 Landio忍住的沒跳 但第二個假動作還是被騙起來 讓Luca輕鬆踩進去拿下2分 這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個回合 Luca兩次假動作中間的這個停頓 像第二次看起來就像是真的要後仰出手了一樣 要知道Landio的防守其實並不差 所以火箭才會放心讓他這樣一直換防 但Luca這邊用強勢的表現表示 像這樣的防守要擋下他還差得遠啦 有些人可能會想 那就都不要跳就好啦 但Luca的身高讓防守如果不跳 很難去影響他的出手 當他有投籃的空間 他也能單靠第一拍出手就直接得分 我見整場幾乎所有防守都被Luca給吃過了一輪 可說是實質一上的毫無辦法 就算整個24秒都守得很好 Luca還是能用他的魔法把你打得牙口無言 進入狀態的他 絕對是聯盟最難阻擋的球員之一 其實在我之前的影片中我有提到 我蠻喜歡現在增加無球比例的Luca 雖然影片中他明明就一直拿球 但我指的無球是指進攻要發動的時候 接下來的獨心蝦 有時候會讓隊友先幫忙帶過半場 讓Luca在第二拍再去拿球 這也讓他在接球時就已經得到些許的優勢 像這球 Axon 和他手立手並設下掩護 讓Luca 成功理仙 Brooks 一個身位 Brooks 想要追上 但同時防守沒有交代清楚 結果就要拉到外圍的Axon 得到大空檔 接獲Luca 的酸球投進3分 這球同樣的戰術 這是火箭選擇全面換防 但這個結果也是幫Luca找尋到錯位的機會 貼磚的運球單打後 中距離後撤再度打板命中 像這樣讓Luca 在第二拍去拿球 對手能提防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也更好幫助團隊創造優勢 下半場 讀音俠又很完美的執行了一次戰術 這次Axon 傳球給Luca 後 沒有替他掩護 反倒是選擇空切 可以把再替他設一個背檔 這次Lando想的是等等要防守Luca 的擋拆 沒想到一個一鍵傳新的傳球 Luca 直接交給Axon 輕鬆的得分 全場Luca 攻下47分 12 籃板 7 助攻 所有的得分都集中在前三節 第四節時則換Irvin 跳出來 單節砍下15分 最後讀音俠便以125-107 刻場戰勝火箭 本季的Irvin 已經多次在第四節為球隊關門 當Luca 在場下休息或是被重兵看防時 就是換他表演的時間 讀音俠有著兩名進攻頂尖的球星 本來就已經非常難防守了 現在球隊的磨合又越來越好 讓他們成為非常不容小覷的一支隊伍 最後再來聊一下防守 讀音俠近期表現這麼好 防守也是相當大的關鍵 在更改了先發陣容後 除了Luca 缺賽那場外 讀音俠還沒輸過 Luca、Irvin、Jones、Washington 和Gafford 的這個陣容 進攻效率值是120.2 防守效率則是極低的97.5 有Jones 擔任一線的防守者 可以很好的去對對手的主力施壓 Jaden Green 可說是進行聯盟最火燙的球員之一 但至常的他表現失常 15頭5中僅攻下12分 這麼一來火箭要贏的機率就低上不少 且現在 獨立俠很常會讓4奧位去對位中鋒 這麼一來防守擋拆的機動性就會更大 可以選擇換防或是守Hedge等等 中鋒也可以大部分時間待在後方斜防 有這種防守資源的球隊真的很少 但獨立俠先發有Washington 替補則有Kliber 所以這個策略維持增長是沒有問題的 火箭隊也不是沒有回應 為了讓獨立俠的中鋒出來 選擇不讓中鋒而是前鋒去掩護 但獨立俠的中鋒本場不管是沉退或是踩出去 防守的表現都很好 很多時候透過對出去外圍 不給Green 好得出手機會 成功讓火箭的進攻無法順利運轉 之前的Kid有時候會太執著打小球 在關鍵時刻把中鋒收起來 用Kliber打5號 但這就有點浪費了他們的優勢 而現在他開始減少小球的次數 讓Kliber和Lifely更多時候在場上搭配 除了Kliber能對到外圍之外 Lifely也在近期展現 他能夠執行很多不同的防守任務 不只有良好的活動力 更讓人驚訝的 像老大有辦法附和NBA等級的輪轉 這對明星秀中鋒來說並不容易 像這裡蹲下地線執行了換防後 Luca 和Lifely 很好地再執行了一次換防 避免發生Luca銷手大的情況 最後成功擋下火箭的進攻 這球則是他指揮Luca和他交換對位 因為由他來擔任Lawman能更好的保護籃框 現在秒Green殺進來就碰上他的斜防 最後上籃沒能放進 現在獨硬霞的防守支援 放野全聯盟也可以說是1等1的 大家都知道紀錄賽是球星探策略的戰場嘛 而獨硬霞不只有最頂尖的巨星 現在還有很深的輪替能夠執行多變的策略 要我說的話他們絕對有在紀錄賽成功的本錢 大家覺得獨硬霞最後能爬到第幾種子呢? 能不能夠晉級二輪甚至是西爵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搞一個段落啦 喜歡的觀眾不要忘記幫我按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就對我最大的支持了 給大家的收看 我星號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